生活款今天来了两位好朋友 嗨 您好 你好 是您来 周世明和潘晓婷 我对晓婷的第一印象 她就是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女孩 好笑啊 跳在球台上啊 绕场跑一圈 一个是热血激昂的霸主 一个是冷静沉稳的情侦 面对不同的较量 谁胜一筹 长得漂亮了不起啊 球打得好了不起啊 不许还手 不许急眼 不许千万不要给我媳妇告诉我 赛场中的冠军 生活中的能者 绝对您这一道菜是成功的 很香 真的吗 不是在安慰我 看他们生活中 你不知道的另一面 掌声哥太激动了 没有 很多运动员应该都是一个 很好的演员 哪怕是混进了 我就这样设计的 这是内心戏 用眼神就把它杀成了 是冠军 是好友 他们互相指教 也互相较量 他们感受力量 也传递力量 你还是拳王的儿子 你好意思哭了 我们在努力更好的推广 冲击这项运动 不断的挑战 见证了台球的成长 吸引更多的人 关注到台球这项运动当中 当最强拳击手 遇上最强九球手 看他们究竟谁会更胜一筹 本期生活管理 将上演最强力量的 激烈碰撞 四人许是非可以 顶 왜 这比如说 每个人都没有 但是我们也有 我们要到迫座 我们要去四人 我们要到工作 我们要到工作 赢富金 到工作 你为何人都要到工作 还有什么 你很厉害 到工作 我也很像 我们要到工作 咱俩 然后我还需要 我说我这轮子上轮不上打了 我都没有轮上出杆的机会了 你知道吗 轻松 天哪 你少嘚瑟 今天我能找人来教训你 跟我打台球 来了 谁 你好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了 你好 潘晓婷 著名台球运动员世界冠军 欢迎来到我们生活馆 陈欢 他是我们卡萨蒂生活馆管家 你好 他刚才打桌球赢了我了 我说我得找你来跟他教训 我先把肝放一下 你放心 我今天过来不是打台球的 真的 你不是来帮人家打台球的是吧 我是来打拳击的 拳击 拳击你练过吗 拳击你练过吗 拳击我练过 拳击我练过 我以前练过MMA 跟那个打拳击 你还练过 就练过 你也等着 我还有人来呢 来了 请进 你好 你好 请进 周世明 著名拳击运动员世界冠军 请进 你好 你好 你先回来了 小婷 你都认识了 对 她说她今天要特别漂亮一样 散打或者拳击 不 这拳就过去了 刚说的我见证一下 对 你说你跟周世明怎么办 这也没得比了 球手先没得比了 拳也没得比了 我有点小聪明 还能比比脑力 你还想比脑力 是吧 我也有人 来了 来了 请进 蓝姐欢工好 蓝姐好 蓝姐好 欢工好 谢谢 谢雀 王鸟 李凯威 清华超算团队成员 曾八次获得三大国际超算比赛冠军 你刚才说要比比脑力 比比聪明 对不对 对 在我身边站着的 就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的 清华超算队的队员 我觉得蓝姐 你今天就是来怼我的 我要比什么 你就请高人出现在现场 谁叫你刚才气我的 来 各位请坐 然后今天我们整个的格局也有所变化 因为今天非常难得 有这几位世界冠军都来到了我们的生活馆 有一句话说得好 不想打台球的拳击手不是好的超算队员 其实在这里应该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的清华超算队 我问一下 超算啥意思 是不是新算 就超级计算 超级计算机就是一群很庞大的 具有超快计算速度的计算机集成 而且是不是在也涉及到一些数学模型 或者算法的这样的设计呢 对 因为现在信息时代最重要三大核心要素 就是计算能力数据和算法 所以这三点都在我们超算的竞赛中都有所提示 那我们这两位就更不必说了 我们的这个世界权王宗世明 我第一次跟宗世明做采访的时候 我记得是08年 对 08年 08年奥运会 太棒了 我想当时拿完冠军 大家可能都觉得我会退役了以后 我就做出个决定 准备再挑战职业拳台 过去这十年 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可以来分享的 小婷顿也是曾经多次采访过 她怎么越来越漂亮 她在台球界本来就是一个传奇 其实我觉得台球是可以让人变得不一样 对 我记得第一次做杨兰姐的节目应该是0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更清晨 我觉得这一路走过来 所有的改变都是台球带给我的 所以我很庆幸选择了这个行业 好吧 今天我们桌球也好 拳击也好 清华超酸队也好 我们都要来一点比拼和较量 也看看真正的冠军的真正的颜色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障碍台球赛生活馆冠军大比拼第一关 由潘晓婷和邹世明分别带队 每组队员依照手里球号顺序出战 利用台球杆穿过不同规格的塑料瓶口 并击中瓶子前的母球 中间不碰到塑料瓶体的队员胜出 两个战队来互相发表一下宣言 咱们看了了不起 球拿了好 了不起 输出你我们这脸 打的呀 好 就凭你这话你赢了 对对对我们不让对方看到我们第一个谁先上啊 我们已经分好了是吧 在没有在就是训练的时候也练过了 但是有二你先 你先碰到屏股 所以你打的时候觉得有稳定 你不要动 然后保证我打 你打你打 你们直接上的话 你们有信心可以一次成功吗 肯定不成功 别别听 我先听你 不能 投过师 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对 我们现在有请第一组选手上场 好 韩丽姐我给你提高点难度好不好 因为你这个你是世界冠军啊 通过这个来把这个球打进 啊 这 这个方向对 这个 对一下 因为这个对你来说太简单了 只是运干 这个要打进你们就放弃了 那不行 那不行 哎呦 我这个很难 因为他这个前面的距离太远了 我就近一点 世界冠军就是高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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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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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这个比赛可以结束了 不要 等一下 下一个环节 还有什么科普的 有 我们有必杀技 不 你上一下不要有 已经碰到了 你就前后 对 球没有动 我们打的就是 刚刚出去了 但是瓶子动了 然后球不动 整个瓶声从这里跳到了 这里球没动 对了很有艺术的 对 这个就说明你非常正常 因为如果第一次 不是这种状况 那你就太不正常了 是吧 好 第一组比赛 这个潘晓婷队胜出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瓶口是中等的 就比刚才的略有难度 但还不是最难的 两个队的队长 分别会请哪一位队员出场呢 好 好 来 鼓掌一下 请把这两次就已经入雷罐了 鼓掌 鼓掌 左手要稳 好 看一下 可以吗 好 你别捣乱了 鼓掌 加油 右手低 慢慢的出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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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人家就特别慢 这个就是慢动作 对不对 可以 我挑战高难度 我用很快的出肝和收肝 来个全套的潇洒动作 这根本体现不出我的水平 这场我觉得应该算是陈欢赢吧 那肯定 所以现在两队一比一平 嗯 决胜局呢 我们拿到的是最小的这个瓶口 凯威拿出博士水平 来 凯威博士请 来 博士先 博士先 我得博士后 嗯 哈哈哈哈 对 左手要稳 右手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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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都是对的 这个瓶口只比球杆粗一点点 对 而且瓶声很长 你看 他根本碰不到母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感觉像在做科研工作 哈哈哈哈 在实验室里面 一根试管放了下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碰到球你就世界冠军 啊 慢慢的 慢慢的 对 慢慢的 他们开始结合了 结合了 结合了 成功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厂里响起了雄壮的英雄般的音乐 我们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的得主 这段掐了 继续再来一次 好 来点 帅的 对 这很帅 好 这口袋大 哥 他反了 反了 算不过三秒 好 慢慢的 慢慢的 架势还是不可以 架势可以 斜向向用高 它是瓶口 是喘形性 哇 三种 哇 原后平泽泽泽 还可以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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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种 哇原后平泽泽泽 还可以 碰到母球 天啊 哇 哇 哇 这个应该加一百分 这个太神奇了 要抢一周 要抢一周 掌声这个太激动了 不要 什么一个 关键这个 哇 厉害 太强了 谢谢本节目 记录了我人生打台球的一个高峰 谢谢 太神了 像我们生活管理完成的 这太神了 但是我觉得最后这个球虽然略有争议 但是总体上来以这个熟练程度 把握度等等 以及现场的这种气势方面 对 耍帅 耍帅 耍帅我们肯定赢了的 我觉得周世明还是略胜一筹 好吧 那小婷你就甘拜下风 在台球的这一场比赛当中 周世明队获胜 谢谢大家 谢谢 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九球天后在我们的现场肯定是要让他给我们表演一下的 这个球我觉得应该叫李渔月龙门 希望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太棒了 其实这个鸡打瓶口练习出肝的稳定性最早是我父亲让我练的 对 但是我没有找到这么小的瓶口的瓶子 连你都没练过这个 对 我没练过这个 是 原来我们想用牙膏的 塞不进实在 对 因为那个时候家里的俱乐部只有十几张球台 然后生意特别好的时候我就会把球台让出去 吃完饭没有办法马上下场打球的时候 我爸就会拿一个矿泉水瓶放在桌面上 让我练习出肝的稳定性 大概 那时候你多大呢 十五岁 十五岁 对 然后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我现在 小婷是因为家里父亲喜欢这个桌球 他小时候耳朵不然 他就名字 潘一旦 就开始熟悉这项运动了 周世明主要知道主要你爸妈妈都是打拳击的 不是 好 来 又一次要回忆到我悲惨的童年 悲惨童年 这个音乐可以二胡拉起来 对 就在我五岁的那一年 真的有 然后 也没那么惨吧 才说了一个五岁而已 我终于爱了我妈妈 这一辈子第一次打我打得那么狠 真的 就是因为真打 女子单打还是男女红额 男女红额 但是主要就是他单打 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我也在那个幼儿园里面 但是你知道幼儿园里面很多小孩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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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仅有家 那个家很小 然后我在里面穿梭 所以说最后 我会说他是我的启蒙教练 哦 有一次去运动队看我 刚才作文对抗 然后血还这样 然后都有印子在里面 他看到我一下子就心就崩溃了 我不知道他跟我教练说什么 但是我教练说 师妹你想清楚 不练的话也挺好 但我就说教练 我是真正在拳台上面找到了我自信 我以前做什么事情都唯唯诺诺 在人群中永远都对不起眼的 瘦瘦小小的那个 但是我觉得我站上拳台 我就觉得那束光有照在我身上 所以说每一个进步 每一次成功 每一次失败 然后再出发 我觉得都是拳击给了我一种勇气 我能够在拳台上面找到这种勇气 找到这种人生的这种定义 所以说我一练就今天是22年了 小婷我们还找到了 你拿第一个世界冠军的那时候的照片 几年了 这是07年 对 07年 10年之前 看着这奖杯都比你大的那个感觉 对 这个是世锦赛的奖杯 然后也是中国台球第一个世锦赛的冠军 所以对于我来说 这个是一个质的飞跃 因为我是97年开始打球 98年 也就是说打球半年的时候 我就拿了曲龙冠军 有选手跟我说过 你要拿世锦赛的冠军 才是真正的世界冠军 所以我那个时候的梦想就是拿世锦赛的冠军 我在前面小组赛的时候差一点被淘汰 因为我是刚刚打完美国的比赛 美国拿了冠军 然后马上飞到台北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 导时差 加上我又重感冒 所以整个人在前期的时候是不在状态的 那个时候你反而不焦虑 那时候并好 压力越大的时候 你会慌张 焦虑 还是说反而安静下来了 我走神了 我走神了 有走神了 很多人跟我说小婷你拿了冠军之后 你都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所以我在想说 市锦赛 我是不是要突破一次 我是不是要像市民那种 好笑 跳在球台上 绕在球台上 然后我在想算了 这个挑战太大了 其实这种第一次尝试这个世界冠军的滋味 就算我和陈欢虽然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都感到热血喷张的那种感觉 我也跟你讲一讲 常在想 常在想象 常在想象一下 这一张 这边 怎么这么拎拔 对 这个你看跟人家小婷那种文静贤淑的样子 形成了这么巨大的差别 没有 这是2015年的十一 金腰带 对 然后我第一次拿到WBO世界金腰带的现场 有一些感触是 我曾经在前一次有挑战过 2015年挑战过 但是就是因为我的点数落后 然后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我的人生所有的比赛第一次都不成功 然后以前年轻的时候我就增强好胜 就说怎么样 我行 我干嘛 我很牛 我就是这么牛 但是后来现在慢慢的我就觉得 反过来想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强 只是从小心里面住的一个 微微弄的那个小男孩 练习到拳击就觉得自己变自信了 我就是因为有这个内心力量来推着我前进 然后我拿到一个个没有拿到的冠军 所以这种冠军也不是说没有失败 反而是很多的失败积累起来 但是没有放弃而已 对 我觉得就是因为失败我就觉得证明我不完美 我还要再去努力 但是你看其实邹世民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很让人头疼的问题 就是这个体重的问题 对 因为经过年龄越来越大 你的身体你消耗得没有那么快了 所以说你的体重会慢慢大 然后上一次我降了差不多六七公斤 所以很痛苦 这两星期基本上不能吃什么东西 不光不能吃 还要去大强度去训练 然后一开始我们控制的是水分 然后再去控制就是脂肪 再控制就是肌肉 所以是背后有很多的艰辛 这个不被常人所知 小婷 你一般的训练量会在多少 就是常年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训练量 才能维持这种竞技状态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打基本功 打基本功的时候 真的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精力 也吃了很多的苦 像当时我一开始 刚刚学球的时候 我爸是我的教练 然后他带我走上职业台球这条道路 他就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先培养一个我心目中的偶像 就是Steven Hunter 然后我爸说你看他这个水准 他每天都要练十二个小时 他在这个位置了 然后你现在在这里 如果你每天也练十二个小时的话 你一辈子也不会超越你的对手 你们是平行进步的 那你要怎么做 二十四小时 二十五个小时 二十四个小时都不够 然后就是每天多练一个小时 就距离他的这个差距会更近一点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十二个小时是起步 然后每天就吃饭睡觉就是练球 手指头都肿掉 夏天没有空调 冬天没有暖气 所以就经常会去医院 然后打吊针 那你那时候 会不会有点像叛逆 像反抗 为什么 别的孩子都在玩的时候 会有 我是写日记 写日记写得自己很悲催 也是有二胡的声响 然后 然后带一些 然后带一些累积的这个日记本 搁在我自己的枕头下面 然后我妈妈会去帮我整理房间的时候看到 我就发现她偷偷地夹在我看不到的位置 然后走进办公室把我爸叫进来 然后门一关 大概半个多小时 我爸出来给了我五十块钱 给钱是什么意思 给钱是什么意思 再去买两本日记本 接着钱 不 给你妈妈去买手券 说今天下午放半天假 你去约同学去逛街吧 我想吃的去吃一吃买一买 今天晚上开始继续训练 只有半天 对 所以真的是吃得苦中苦 这是超算队 这个是我们今年一七年六月份在德国比赛的时候现场的照片 这是当时我们那个参赛人员的合影 后面的那个左侧黑色的那个东西 那就是你们的计算机 那个是我们机柜 那里面就装着好多计算机 当时几个国家比 一共有十六个队伍应该十多个国家或者地区 那你们需不需要很专注很安静的这种 它那个环境它是个非常嘈杂的环境 一旦我们把这个程序跑起来以后 那个机器就开始不停地转 像那个飞机发动机起飞一样 就这么就转起来了 就是跟自己竞赛跟时间竞赛 所以越快越好 对 越快越好 那世明你觉得这个拳击怎么样改变了你呢 基本上我二十多年的拳击的生涯 不在拳台的话我可能就在外面跑步的日子 美国训练我每个星期都要从 好莱坞山的三角一直跑到山顶 然后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四五点 因为它那个坡是一直很抖 到最后冲上山顶的时候最抖 我就感觉那时候最累的 你就像太阳一样 如果当时停下来看看太阳 看看山下的那种风景是最美的 但是我们不能停 一停的话你之前跑的就全废了 主要它是这样 它就是说它在这个运动当中 所经历的一些这个时刻是如此的美好 至于它其实就是风景了 它已经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风景 它也是它自己头脑中的一个风景了 对 人生的一个一面风景 所以其实你们自己喜欢的事情 都给你们带来很大的力量 是吧 乐趣 力量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应该运动一下 要动起来 它动起来 也让我们那个心跳的速度加强一下 好吗 拳击接力赛 生活馆冠军大比拼第二关 两组队员分三次击打十新速度球 一号队员击打三十秒 二号队员击打二十秒 三号队员击打十秒 三位队员击打总数最多的队伍胜出 好 准备好了吗 首先两队要派出拿一号球的队员 请出列 谢谢 好 这边呢 这一方呢 好 两位一样 谢谢 对对 潘晓婷 有请 三十秒倒计时 现在开始 好 找到节奏了 出列 打四 打五 二 六 三 三 四 三 五 三 六 这轻一点比较好 时间到 所以刚才潘晓婷她这个三十秒钟 最后的成绩是五十四下有效 我很满意 好 周世民战队第一位成员谢倩 三十秒倒计时 现在开始 是 十八 十九 再快 三八 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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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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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看出我们谢倩是这种特别温柔的女生 摆动的幅度没有超过五厘米的 一直是谁让她摆动 根据刚才的这个计时有效的击中数是五十六下 所以在这里第一回合 恭喜周世民战队获胜 第二位出战的成员是 你这个块头特别像打拳的 对 重量级别的 我们要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二十秒倒计时 三十 现在开始 四 好远沿birds降舞 停 我从此拳击二十多年 我这么想到他就只是把他还能打众 你算是打出自己攻击了 早就被击击了 早就被裁判制止了 对 压倒性的 非常好 加油 蓝姐想知道王淼刚才20秒他的成绩吗 多少 刚才王淼20秒中他有效的击打是57下 但是我也会打出自己的风格的 对 准备 蓝姐准备 准备 来 我很大力 好 20秒倒计时 现在开始 蓝姐可以转个身摆个姿势 蓝姐可以转个身摆个姿势 可以看 2 8 好 时间到 可以看是有功底的 20秒的时间 有效击打次数是28下 非常好 我成功地输给了对方 还没有 我们最后计算一个总数 接下来到了最后一轮了 3 10秒倒计时 准备 准备 开始 咱们都是这样 时间到 我看出来了 这个技术动作主要是在家里给妈妈捶背的 对 这清华按摩院出来的吗 没有 这是现在很流行的小猫锤 就这样子 现在小婷姐这一组的话 三位成员都已经击打完毕了 他们的有效的击打次数是143 那现在周世民战队的话 两位成员他们的总和是84 所以要在10秒钟 击打有效次数59次以上才能够胜利 好了 现在有请 对不起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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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各位女士 欢迎来到卡萨蒂你好 生活家首届全王珍霸赛的现场 所有运动员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这是内心戏 你能表演示一下吗 哪怕是混进了 我就这样设计的 那我直接发挥了 一直在安慰我 很香很香真的很香 真的 好香 第一回合 加油 大家 时间到 然后这样可以 可以 可以 你可以吗 好 一 二 三 KO KO 好 周世民在十秒钟 他的有效击打 经过我们的超算队研究 有效击打次数是 四十六下 太漂亮了 今天在我们这些业余选手 各式花式打法之后 我们应该欣赏一下 真正那种特酷的 特帅的 金腰带式的打法 真的太精彩了 拳击能够进入大家生活 然后一起跟我们来玩 一起来打拳 对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打拳了 对 包括现在很多的女性 为了让自己的身材更好 而且拳击它是速度型的 它不会都是只是长肌肉 它是伸展的 就是说对树形也非常好 线条会好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打拳 因为我觉得打拳的话 一个小时过得特别快 对 而且女孩子打出来的拳 特别的音质洒手上 特别酷 对 我觉得机会好难得 学习一下吧 反正爱打我是有 有经验的 你就思想连遇就对了 各位先生们 欢迎来到卡萨迪你好 生活家首届拳王争霸赛的现场 不要这样摇摇摇摇摇 全场掌声和欢呼吹 首先出场的是 最美最美拳手 潘晓婷 接下来出场的是 金腰大货的车 周世明 现在两位拳手 这是他们在擂台上的初次见面 请发表一下此刻你内心的感受 不喜还手 不喜急眼 回去千万别给我身份高中 好 比赛正式开始 Round 1 小帮忙打到我 对 直拳 右一直拳 来 来 直拳 两击直拳 好 第三次你就打不到了 因为我知道你的距离了 来 OK 我已经进了一步了 再来 第一拳 第二拳 第二拳 好 出来 周世明前面 第三拳 是有效的试探 对 我已经知道你的点在什么地方 所以说我稍微往后一点 稍微往旁边点 只要把你这个拳避过就OK了 好 好 两位拳手在第一环节 已经聊了半个小时了 好吧 来吧 用中进你 用中进你 1 2 来 出拳吧 来 好 防守 好 主攻圈 主攻圈 左右 攻圈 攻圈 翻开打 好 我要中拳了 我要中拳了 过 小婷拿出了 12分的力气 所有的力气 重重的一拳 好 我已经知道了 冉营 敢打我老公 叮叮叮叮叮 时间大了 在这里要隆重地向大家宣布 是吧 对 隆重地宣布 获得卡萨蒂生活馆 非专业 非职业 非竞技类 全盲挑战赛 获得冠军的是 是 安晓婷 赢了全盲 对 赢了全盲 我要感谢我们节目组 感谢冉营肯养了这么好的老公 也请施力者 来表达一下对新任拳王的恭喜 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对待你的另一半 也这么温柔的甜蜜 然后 这么暴力 也希望在镜头的冉营同志 以后在家里面下手不要那么重 好 来 歇会 现在潘晓婷获胜之后 充满了内疚是吧 因为第一次打真人是吧 对 还是闺蜜的老公 然后我之前练拳的时候 都是教练拿的靶 然后因为我练的是泰拳 我可以用肘 然后用那个鞭腿 用膝 对 所以都是有靶 然后教练拿的会赢上来 但是刚才是真的人 来重击我的这个拳套 我心里特别不适应 他已经崩溃了 对 但是你看比如说打台球的时候 有的时候这种眼神和气场 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对不对 也是你的竞争力对不对 是的 抬球其实会有很多 那其实别的项目也是 抬球也是会有一些 可以干扰到对方的 比如说有的对手上来握手的时候 特别用力 然后你就会觉得 干嘛呀 干嘛呀 瞎了一下 我们在赛前我们不会轻易跟手 有些人就死坏 我们一般要是好的话就碰拳 都不去握手 有时候真的死坏 他就会直接捏你 真的 比如说我们在专注击球的时候 前方是不要有 比如说观众晃来晃去 那作为职业运动员 大家都知道 你在朝我这个方向打球的时候 我只要静静地做的就可以了 对 但是有的对手他会有很多小动作 比如说拿毛巾擦手喝水 所以 其实我觉得运动员的心理都是一样的 我也是有一个假想敌就是我自己 因为我觉得不管对手打得好与不好 我只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就好了 对 我已经做到无懈可击 还是输的话 那说明你接下来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让自己提高 其实我觉得很多运动员应该都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真的 是吗 我上场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很没底的 其实心里也没底 但是我故意做得要很高冷 走路的节奏稍微快一点 你能演示一下吗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握手 掐一下 然后很坚定很自信 然后到机球的时候就是很轻蔑 就这太简单了 怎么办呢 小菜一点 拦不住我 对 然后晕干的时候也很有杀气 很有杀气 我已经晕倒了 打完了 哪怕就混进了 我就这样设计的 就这样 蓝姐其实你在对 真的好厉害 她见对方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使营造了 我的腿已经在扒倒了 其实拳击有时候四目相对的时候 其实都是在靠内心的东西 这是内心系 然后今天和对手斗智斗勇的时候 两个在台上 要不就你倒下 要不他倒下 我们来一局 对 你遇到我这样的对手 我估计你会乱了章法的 陈欢 你稍微拿出点霸气和杀气来 我有我的套路 慢慢越走越近 你越走越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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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他 坚决不敢他 我好像在带着 别 别 陈欢 你不能看给我们生活馆丢脸 拿出你的霸气和杀气来 给他个眼神瞧瞧 我说一下 我刚才就是在世民哥眼神里 真正看到的是什么 因为刚才我以为那段是表演 但是世民哥他刚才那一瞬间 已经进入到真正拳台上 我至少有一半的状态 我真的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不是我在眼睛 真的 我刚才余光看了一下 我心里都干产 所以刚才我跟他四目相接的时候 虚了 真的会虚 没有我觉得拳击是有一种是正面的 就是还没动手之前 然后大家可能用气势 但是为什么刚才小军说 其实运动员有时候也是演员 有时候我们两个在台上 然后正式比赛的时候 可能你正在喘气的时候 蹦一下子挨到一拳 干背 或者是被一拳勾进去 喘气都喘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往往这时候 要调整自己的气息 要保持剧烈 然后要让自己缓冲 然后稍微好点了 再伤 往往你看 你们大家看皮开肉战 这只仅仅是外伤 尤其是内伤 尤其是内伤 内伤 什么五脏 这些被埃德拳 过了几天 喘气还这样 起来还得慢慢的 下楼梯 从道子下楼 这些很多这样的故事 但是在现场的时候 气势上绝对不能输给对方 对 因为在比赛 那就是分分秒秒的东西 不可能让对手来察觉到 能不能跟对手 好 孟长颜 等一下 哪有一拳打 是孟长颜 孟长颜 好 先继续 谢谢 谢谢 好吧 几位既然都是冠军 那就是都要经历很多的竞赛的场合 有赢的时候就有输的时候 有失利的时候 对 其实我的所有的比赛的经验 第一次都是失败的 我从第一次打神里面的比赛 从第一次打全国比赛 第一次打全运会 打亚运会 打世锦赛 打奥运会 包括争夺军队 我的第一次都没有成功 但是我觉得 从现在回来看 我所有每一场的失败 都是证明 而上天告诉你 你还要 你还不足 你还要更努力 就是说每一次失败以后 我都把自己关起来 然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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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通了 把门打开 我说妈 我要吃饭了 好 吃完 吃完 妈妈做给我最好吃的 从小吃到大的菜 然后我就 又拿着箱子 然后我就重新奔赴训练 这么多年 我都是从失败里面 一步步 从失败才有成功的 所以我不害怕失败 我反而觉得失败 是我人生 再往前 迈向下一步的一个动力 更好的去深思 去思考 我下一步的方向 在什么地方 我该从哪地方努力 我感谢我每一次 给我的失败 我跟世民刚好相反 我一出来的时候 就顺风顺水 我就是应该吃这碗饭的 就是我只要每次去比赛 我就可以拿冠军的这种 09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很高的目标 我希望我一年可以拿至少四个世界冠军 所以我前面都打得特别好 而且我很明显地感觉到 我的实力是在进步的 然后决赛的时候就打得一塌糊涂 就前面是潘晓婷在打球 但决赛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是谁在打球 然后我那一年打了四个亚军 所以10年的时候就一蹶不振 然后那一年是亚运会 然后也是台球在亚运会的最后一届 所以我当时已经对自己不抱什么太大的希望 因为输的太多了 你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点灰心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已经没有信心了 所以很多前辈还有很多运动员的朋友也跟我说 那是因为你输的还不够 也有国家队的教练跟我说过 那是因为你身上的包袱太多了 那当你在比赛的时候 别人都是轻装上阵 而你背了很大的一个包袱 你怎么能够正常发挥呢 所以你要归零 回想自己在最好的那种状态的一种点滴 然后把它拉到现实当中去借鉴 然后很快地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所以10年的广州亚运会重新打回了冠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其实本来竞技状态 就是有高有低 人生就是有喜怒哀乐 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在发生的 其实我们普通人 平时也有很多 这样的失败 当你把它当成 人生必然的一个部分 不去跟它对抗 而接受它的时候 对 反而会 它成为一种财富了 对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体育 也是台球 带给我最大的财富 带给我最大的力量 因为台球 因为体育的关系 让我变得很强大 虽然说不及 我们的拳王的内心 这么的强大 但是我会努力 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比如说最近的这次 跟穆村祥的这个比赛 你失利了 这件事情会给你的心里 带来很大的负担吗 因为毕竟 作为一个拳手来说 到了这个年龄 会不会考虑到 主动地离开拳台 这里我要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 在比赛之前 其实大家关注度很高 包括我们身边 所有人都关注了 我们都看了这个直播 但那时候我就觉得 可能对邹世民来说 不太公平 因为包括我 其实认识拳击这项运动 知道邹世民 是他已经开始赢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 他之前的失败 之前的那些第二名第三名 所以大家印象当中 对于邹世民就是 他就是冠军 他应该拿下这一成 所以很多观众 包括那些拳迷 就是把你已经 放在那个位置了 其实我觉得 这是不公平的 因为他们觉得 你就不能输 没关系 我觉得输赢只是比赛的 一个结果而已 但是这个过程 我比谁都了解 我都比谁都深切地去体会 我刚刚说过 没有永远的冠军 只有永远的英雄 冠军永远会被新的冠军 给代替 但是我现在能做的 我没打一场比赛 让大家都知道 这场比赛 就热明 所有人在关注拳击 中国拳击 需要人来关注 如果我的失败或者胜利 能够放弃大家对拳击的 这个项目的热爱 或关注的话 让我们后面 来练拳击的那些年轻人 让他们觉得 有人在关注我们 我们所付出的辛苦 是被人看到的 我觉得这样 我就心满意足了 周世民 他好不坏不重要 只要中国拳击好 我就高兴了 我觉得你像一代周世民 好有胸怀 好有境界的 现在我们现在 可能也真是饿了 我们真的要开饭了 对啊 来 来 来 游戏 开饭了 对 我们到了用餐时间 当然到了咱们这个厨房 管吃是守卫的 小婷其实非常善于做饭的 这一点在业界很有口碑 我父亲是卤菜的特级厨师 所以我平常在家 是很少有时间进厨房的 因为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打球 现在你们要逐渐地回归家庭 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陪父母 所以有的时候在家 我会自己录两手 我今天要做的这个是葱油拌面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自创的 早上做饭的时候 对 葱油拌面 对 光说不练假把食 来 小婷 来 就是油 我们真饿了 然后你跟我到卡萨迪冰箱那儿看一下 咱们里面也应有尽有选一下你的食材 回头请看 细胞节保鲜 需要什么 生菜 大葱 好 葱油拌面 是吧 这葱很重要 新鲜 你看 是不错吧 那我直接发挥了 直接来 刀工很好 对 真的 每一片切的都是一样薄 一样打形 小婷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完全是准备要过家庭生活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有点疑惑 因为我从来没做过七个人的份 没关系 你大胆地往前走吧 反正做出来的是潘小婷式的葱油拌面 对 怎么做都好吃 怎么做都好吃 不会错的 好了 开始了 你们闻闻香不香 葱在油里边被煎的时候这香气 就化了 然后我管家麻烦盛一下面吧 管家 来我们都捧着碗在这排队 我是觉得我对你父亲觉得很好奇 你看他是卤菜的特级大厨 然后又叫什么潘一杆是吧 对 篮球国家一级裁判 足球运动员 长跑运动员 然后以前还是木工 所以就再次证明了不想当木工的厨子不是好的台球运动员 这碗是他的 美食当前我们就不自觉的咽了一个口水 好香 控制不住 我也看一下 空流的味道 这次成不成功 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也看一下 空流的味道 这次成不成功 觉得你们这道菜是成功的 很香 真的吗 不是在安慰我 很香 真的很香 真的很香 很香 很辣 我觉得我拿这个碗 应该找个地方蹲着 不是你要在村头的老槐树下一蹲 然后拿起这个碗呼噜呼噜的把面吃下去 加了一点这个更香 真的 原来我是吃货 真的是 这个油特别香 你为什么要吃这么快 就是因为如果要在训练队不吃快就没得吃了是不是 对 我们刚刚在长身体强度以后 那桌子就那几盘菜 如果你慢吃的话 你吃了两块菜 其他菜已经没有了 小的时候去体校去训练队的时候 妈妈有没有去看你 去过一次 那时候我还没有工资的时候 一个月每个月妈妈是会给我一百块钱 成为正式队员的话 提供队就会发你七十块钱 但是我从我拿到那七十块钱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让妈妈寄过那个一百块钱 我觉得虽然我拿的不多 但是我起码靠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我觉得就是一个男孩成为男人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标志吧 我觉得从小就离家很远 然后就靠两只圈头 穿过一座座山 然后现在终于又可以回来 然后把国外的世界的东西学到 然后带回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 然后现在当两个孩子父亲了 有时候你要有父亲的形象在上面 你要对他们教育 对他们从小对人生的理解 要慢慢开始教他们 挺好的 这十年你看杨仁姐 十年没变样 一点都没变样 那时候还是一个小男孩 但现在胡子打出来了 白头发也打出来了 两个孩子也打出来了 关键是做爸爸了 你去打这个拳击比赛的时候 太太和孩子都陪着看 太太其实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一开始也是不忍心看的 但是小孩子看到自己的父亲 如果被对手打中的话 那个你觉得会让你分心 还是会让你更有力量呢 注意力没有那么多 但是在所有场下那么多声音里面 我也有一个声音特别清晰地传到我儿子里面 就是我爱人的声音 他基本上我在职业圈台他都在 但是唯一有一次他不在 就是他还准备要声号好了 就那一次我被打了以后 就是刚刚说的打到内上了 然后当晚我就被救护车 推到了医院观察了一晚上 但是我不敢跟他说 他打电话也找不到我 因为我的手机也被助理拿去 肯定很崩溃 后来我一个星期回去以后 我放下行李 然后抱抱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知道我当天晚上 直接在医院里住了一晚上 医院里住了一晚上 但是从那以后 然音就说 不管我是书和婴或者是伤或者是怎么样 我都要在现场 首先我是第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我不想下次在你最难过的时候 我不在你身边 比如说从那以后 我反而觉得每一分钟回合 我坐到那个休息的角落里面 我都要回头看一看他 因为他在不管是什么状况 我觉得心会有更多的力量 很温暖 那儿子呢 如果看到儿子在旁边 他们可能不管是书和婴 他们都会上台 他们会抱着爸爸 然后我觉得我想做一个他们心里面的英雄 就像我小时候 我爸爸在我心里面中 他虽然画不多 但他画图子会画得很惊喜 他做什么事都很精进一夜 那我想学习他 我觉得他是我的第一个偶像 但我想让我的努力 然后给孩子一个 他是一个很高大的一个形象 不管是谁 虽然那个时候可能脸上都有血迹啊什么的 对 但是我一定要教他们怎么样做更坚强的人 比如说你两个在吵架 然后哥哥在那哭 弟姐说你还是拳王的儿子 你好意思哭吗 然后我觉得 真会说话 我就觉得我很幸福 我现在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然后再有了两个孩子 还有一个完美的家庭 我觉得身边有这么多老师 哥哥姐姐在帮助我们 我就希望我能够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我能够用我的力量去帮助更多 要帮助人 我觉得这样就是最快乐的 真棒 生活中的冠军 他们那个夫妻俩的感情也特别好 然后所以呢 看看宁颖 看看宁颖 宁哥你啊 这打拳实在是太辛苦了 已经打了22年了 你适当的回归家庭 对你来说其实是一桩好事 我相信经过你好生活家的熏陶 你一定能成为我们家的厨房小能手 清洁小能手 带娃的高手 所以在不久的未来你就会成为中国排名靠前的中国主妇之一 真不愧是主持人 然后我发现在盈盈的熏陶之下 那个世民现在也越来越会说话 压力太大了 在家里面是夫妻 然后我们到了公司 我们都是同事 同事 都做伙伴 在一个专业上面我们又是并肩的兄弟 你看人家老婆还在热炕头 多好 然后打拳的时候还有人旁边爱着加油着 其实我觉得我是正好相反 如果我去比赛的话 我爸妈在现场的话我会有顾虑 我知道看比赛的那种心情 特别是看自己的女儿去比赛 又是自己一手培养出来的 特别是我妈看比赛更紧张 所以你一般不让他们去 会让他们去 我会带他们去 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挑战 是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顾虑 是我自己还没有办法 就是丢下所有的包袱 轻装上阵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磨练自己 其实现在你们两位也都在做一些事情 就是帮助更年轻的选手能够上来 是吧 对 我们现在在去年 我们的第一个全国中华赛事推广出来 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一点概念 把这个运动传播得更远 所以说我们在努力 不光是比赛还是台上台下 我们在任何的一个世界任何一个舞台 我们都是作为一个中国的拳击人之一 然后来更好地推广拳击这项运动 小婷也做了一些普及 包括青少年的一些教育吧 是的 然后因为现在跟我二十年前接触台球的时候 是完全两种氛围 当时好像如果去台球厅就是不务正业 对 然后家长都会追的打 也是对不对 父母都是这种观念的 但是我是很巧合 是我爸特别喜欢 他亲自培养我 然后带我走上这条道路 然后一路见证了台球的成长 但现在反而变成很多的家长 愿意送自己的子女去学台球 包括轩轩浩浩也来我这边 尝试去学习打台球 他们还那么矮呢 可以站在一个孩子的 对 现在台球的整个大环境也是越来越好了 那我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可以让更多的人去喜欢台球 特别是参与到九球的这个项目当中 已经有那么好的榜样了 可能很多那个年轻的女孩子 也会对这个运动特别的向往 其实就是孩子们参与的多了 自然她那个专业的竞技水平就会提升的 实际大量 目前世界上来讲的话 后背力量是中国是最强的 对 因为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的阵容是非常强大的 那我之前我也是说 中国这么大 中国的体力这么大 中国的台球可能很小 我也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不断的挑战 去跨界到一些相通的领域当中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原来是打台球的 然后原来台球有这么多的魅力 然后吸引更多的人 关注到台球这项运动当中 太棒了 我们三位同学虽然还都很年轻 但是也已经有点传帮带的意思了 从博士带硕士 硕士带本科 然后师弟师妹的也是后续的人才非常之多 你们自己对于清华的超算队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已经都拿了大马冠了 已经拿了这么多冠金了 还能怎么样 其实这个拿冠军呢 倒是其中是一个目的吧 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更多的年轻的同学呢 这个热爱高性能计算 热爱超级计算机这个事业 从而投身到对于这个事业的研究的贡献当中来 为这个之后的科研工作提供一个重要的支撑点 大概是这么一个 你已经有教授的法 对 其实我们看到几位在自己的领域当中 其实都释放出很大的一种能量 也从家庭当中汲取了很多的力量 同时也把这些力量转化为 对这个社会更多的一些服务 我觉得特别棒 虽然来自不同的领域 但是殊途同归这个背后的一种 不断超越自己的力量 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今天这个时代也是因为有了各位的存在 而更有力量的 所以你们也是代表中国的力量 来 再次感谢 谢谢 谢谢 感谢管家 对 然后同时也希望你们成为生活家 好好地享受生活 为生活举杯 来 为生活干杯 做自己的英雄 所以勇敢地迈出你的步伐吧 我这么多年 我都是从失败才有成功的 就是我不害怕失败 我反而觉得失败 是我人生再往前 迈向上一步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感谢我每一次给我的失败 没有永远的冠军 本期做客我们生活馆的两位好朋友 一位是荧幕里的百变小花 张欣 什么都不会放弃 尤其是美 一位是舞台上的摇滚先锋韩维维 女人有腹肌多难看啊 我觉得好美 当回一二姐 遇上摇滚大姐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欢迎登陆有苦腾讯视频 爱奇艺蓝通假 中国蓝TV 观看节目完整视频 登陆微博 关注你好生活家 观看节目精彩短视频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中国日报网 360日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端 新浪微博等平台 获取更多节目信息 自己的困难